謝謝主席 本席想邀請部長跟主委 請部長跟主委 好 委員好 主委以及部長辛苦了 我們針對水情的問題再來討論 我們知道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國家 每年平均我們的雨量有達到2500毫米 是全球平均的2.6倍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麼有七成的水是直接從河川流到大海 讓我們面臨到這個缺水的困境 所以我本席要特別請問 主委 農業灌溉的用水比例來自於水庫的水是有幾成啊 百分之十 我們有分成水庫跟地比較熟悉 好 這樣要釐清楚 但是農田水利署所統計灌溉用水 66.1是來自河川水 那只有一成是來自水庫 這個大家要去講清楚 那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農業用水跟民政用水跟我們的產業用水 它是來自不一樣的水資源 但是每一次缺水都要把我們停灌 然後就說農業用水就佔了七成 那所以我們要在這邊正式去釐清楚 66%左右是來自於河川用水 在水庫裡頭不漲 水庫裡頭的水只有10%去用到農業用水 不要再把我們砍 我們農民真的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去在這邊釐清楚 但是主委一個重點 我們在109年這個輸水損失率的統計 我們看到93年度 我認為本席認為這個數字有誤 比如說提出台中農田水利處 它是達到輸水損失的39% 這個跟我們的比例來源是不一致的 應該要去確定去打理清楚 才不會讓誤以為上了我們的網站 看到我們農業用水損失了那麼多 對農民不公平 請做說明 第一個非常感謝委員幫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完整說明 所以在這一次56年57年颱風沒來的時候 那我們遇到水庫 那它的一個所謂的大幅度的這個下降的時候 我們停灌的也才全部是7萬多公頃快8萬 我們23萬到25萬還是正常在更做 所以針對於我們的平均溯水損失的數字 你們不能全部煌不浪噹 從不把孩子合在一起啊 要去把它清楚的分析 清楚的分析 這個一定要改好不好 完全同意 謝謝委員建議 趕快改 好 多久可以改 今年就改 立即改 對不對 回去立即改 好 這個是立罪白無關 不要讓 不是我們的事還要把它蓋住 這個是本身不同意的 謝謝委員 因為特別請部長在這邊 剛剛啊 我聽到這個部長說 他到石門去祈禹 那主委你也說 你拜觀世音菩薩 你每次就拜 那前幾天啊 在我們台中市議會 有我們的議員 就質詢了 水利署委託我們大甲正能工啊 能夠接受這樣的奇異儀式 這是六十多年來首次 這是非常殊 為什麼我們水利署沒有派人去 我特別說明一下不是水利署 是農田水利署 我們的台中農田水利管理處 是我們農田水利管理處 其實這是行之有年 而且這是台灣重要的習俗文化 跟地方要去結合 那也有議員說 是因為我們 問我們盧市長說 他那一天要去取雨 有沒有沐浴 有沒有沐浴啊 那部長啊 你去石門求雨的時候 有沒有沐浴啊 有沒有淨聲啊 那你也有頭喔 蛤 有沒有 沒有啦 其實就是很沐浴 是不是因為沒有沐浴 這樣我們的議員是認知啊 沒有沐浴所以才沒有下雨啊 蛤 有沒有這回事啊 不是因為 就像剛才吉仲主委講的 其實我們誠心 誠心就是希望那個風調雨順 所以我們很感謝我們的新尊 他全力的支援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疫情可以這麼安定 我們真的很感謝 當然我們的民眾 也遵從中央的指揮中心 這是對的 所以呢我非常歡喜聽到 部長你也沒有沐浴 然後這個也誠心去取雨 那我們的主委啊 剛剛他的臉部表情非常的嚴肅 他說他每天都給觀世音菩薩講 我們一起啦 人為的怎麼樣氣流人工造雨 可以有機會趕快去做 另外我們也誠心誠意啦 讓民眾能夠安心 好 那所以接下來本席喔 主委你請回座 部長 中油呢 武清喔 2015年停工 那176公頃 是所有全國土腦污染 最讓我們最傷透腦筋的 施支了103億 最近我聽到 看到媒體報導說 因為市長換人 所以呢我們要縮短時間 到2023年 也就是說把12年的整治期間 縮短到3年 增加的預算 從103億到242億 有沒有這回事啊 跟委員報告喔 我的理解就是說 對武清這個要不要加緊來整治 我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 有沒有這回事請教 因為這媒體鋪漏了啊 但是第一個 中油這個武清到底 原先講要花多少錢 103億 你是部長應該知道 中油也在你屬下 是 應該要以他實際上 那到底報紙所說的 是真的假的 答的到答不到 應該這樣講 103億 你要用現在來看 是不是103億 這個要用現在的狀況來看 那第二個 不是103年 103億 是 就是103億 現在要到242億 有沒有這回事 會多少錢 坦白講 這個都可以很具體的來看 到底是要花多少錢 你們回答本席的問題 因為媒體已經 將數字說明得非常清楚 那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因為坊間 都沒有 應該都沒有定案的問題 都還沒有定案 所以本席也希望 因為污染的土地 我們希望把它去離乾淨 這個是務必要做的 但是又有人質疑 12年要縮短為3年 從103億到242億 這個也質疑 不知道到底真的假的 所以本席在這邊 聽到你說 現在都沒有定案 我們也希望部長 你去釐清楚 到底有還沒有 不要讓坊間去拆 好不好 因為這些錢 都是老百姓的 費掛錢 不過加速整治 我們希望把錢 用在刀口上 對不對 好不好 因為你也不可能 為了12年改制為3年 那其中 怎麼可能 一下子 這個縮短這麼多時間 到底是經費增加 還是技術提升 大家都希望知道這個原因 這個了解 好不好 沒有問題 你多久時間可以答覆本席 我跟中友確定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現在方案到什麼地步了 我會跟他們確認 這麼重大媒體 這麼大報 你們都沒有上報給部長 這樣沒在謀 對不對 今天要到立法院來 這麼重大的訊息 我會請他們詳細跟我說說明 一個禮拜內 告知本席 你們的方案 到底是如何 好不好 也讓社會大眾去了解 好嗎 兩個星期好不好 因為他們都還沒有跟我報告 對啊 就一個星期啊 兩個星期 好 好 就聽你的 我們希望能夠讓社會大眾去了解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我們非常 這個社會大眾了解 重要的 好 接下來本席要再跟您討論一下 電業法 第91條 第91條裡面呢 它會說呢 你各項的節能啊 電力來源等等 你必須要去理清楚 所以本席一再強調 我們的綠能 再生能源 本席非常的支持 我們也提出了 要有20%的這個綠能方向 但是我們看到在2020年 應該照您原先的規劃書裡頭 是要達到9% 那現在呢 是只有5%左右 換句話說 少了百億度 百億度的電 因為我們也知道 你電呢 大家需求 我們要有新能源 中央政府裡頭 也全力的在推動這個綠能 所以本席要請教我們的部長 本席覺得電業法呢 明文規定 你必須要寫清楚 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看到的 只有2018年的版本 為什麼 是因為2020年 你的9% 達不到 所以你不敢寫 如果是真如此 本席是不同意喔 你要依照電業法的規定 可以 敘詮清楚 讓社會大眾去了解 而不是 達不到 就不敢寫明清楚 請教部長 為什麼 兩點齁 第一點 去年 就像剛才旱災一樣 因為我們的水利 這個再生能源 不管什麼理由 你就是要寫明清楚嗎 沒有問題 不是沒有問題 而是你沒有做啊 是 那這個相關的時程 那這個部分 如果該要趕快對外的 我們也盡快來把它完成 部長講的你們聽到了吧 社會大眾上了網站看 我們竟然國家這麼重大的 依照電業法的規定 能源的政策 我們只有到2018年 這會笑話國氣啊 怎麼可以如此 不管什麼原因 天災地變 我們不希望發生 但是碰到我們要坦白告訴民眾 沒有問題 就像水 大家趕快來結業用水啊 降壓啊 大家一起來協助 而不能 就悶著頭 不說明原因 這是本席 非常痛切 不允許的一個事情 部長對不對 沒有問題 要趕快補上 應該要公開 應該趕快補起來 要趕快補起來 好 所以針對水源的問題呢 本席具體建立兩項 老天爺給我們的水 現在全國的漏水率 是8%左右 我們113年說 要達到15% 台中市是漏水率最高的 因為921 或許人家會說 大家都有921 為什麼你台中更嚴重 是因為當時 我們的汰換速度比較慢 老舊的管線 它容易 破得更快 這是22年 921已經到今年22年 所以我們一再講 老天爺給我們的 我們現在看 他給我們的 我們竟然還在讓他流失 兩年前增加10億 本席具體建立 我們的水管 全國漏水率這麼高 是全世界的笑話 我們應該要加速院長 本席上次有跟您說 趕快給蘇院長請求 多一點預算給我們 趕快全國趕快去 把這些漏水給他包回來 對 增加多少錢 兩點說明 有沒有增加錢 台水公司的這個部分 我們確實應該大力來做 那第二個 大力來做增加多少 針對台中部分 目前已經從70億增加到80億 對啊 就10億而已 增加到80億 所以還在流啊 另外 另外中部地區 台水公司也請了國外的顧問專家 我們怎麼樣來做 那目前 國外專家怎麼樣 這個技術我們都要提升 但是 要怎麼樣增加經費啊 對 他會把台中的經費增加到20億 確實三年的20億 三年20億 部長 一定要趕快加 也不是只有台中 全國 沒有錯 沒有錯 因為我們的前瞻計畫 有很多人還發不出去 我們趕快把錢挪到破解需要 留掉就沒有了 趕快把它包回來 你們都一直點頭 你們就要做啊 對不對 第二個水庫的問題 水庫我們英明的召集人 禮拜四要到德濟水庫去看 我們德濟燈到不到8%去水量 所以這個時間清淤是最重要的 趕快清淤 全面水庫清淤 加強經費 大力清淤 加多少錢 清淤的部分 我們有相關的經費 會按每個地方來作業 加多少錢 加多少錢 我們超過10億元 我們超過10億元左右 每年超過10億元 部長 這樣夠夠 聽說要把我們打鼓鼓 讓我們比較好清 你10億的經費 以你的魅力 你的能力 給蘇院長獎 一定要再增加 這個時間是最好清淤的時刻 你要加錢給他們 趕快同步去進行啊 也促進經濟啊 我們去盤點了 全台灣現在可以多挪的民間 這些挖土機等等 我們最近會再加兩三百步 來加入我們這個經費 趕快加 經費一定要加 好不好 你不要知道 點頭沒有加沒有用 你等到餘下來了 你要清淤又困難 現在是最佳時刻 漏水率趕快拉回來 第二個 水庫清淤趕快加油 兩倍三倍趕快加 這個是關鍵時刻啊 對不對 沒錯 你事跟沒錯 你就要趕快 你的責任是趕快去找經費 給他們做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楊琼雲委員